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170章老年痴呆 回去 飞哥憋屈的一挥手 带着一杆莫名其妙的小弟走了出去 你 到底是干什么人 罗言看着叶浩轩 有些躺口结舌的问 他听到叶浩轩刚才要见泰山集团的老总 他不明白叶浩轩有什么目的 我是普通人 严严 有些事情 我不能对你明说 但只要你记得 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 我不是坏人 叶浩轩恳切地说 我相信你 罗言点点头 梁博的这家诊所彻底地做大了 由于叶浩轩的名声越来越响 就连其他去的有钱人也开这车来找叶浩轩 看病 梁博按照叶浩轩说的方法 穷人一个标准 富人一个标准 只是随着人越来越多 梁博不得不请来了几位平时闲在家的中医老友来撑场子 一晃几天过去了 这天傍晚 罗言收拾完屋子以后说 梁博 我先走了 我今天要去医院里看看我姑妈 去吧 多带些钱去 你姑妈的住院费又快交了 梁博回答 眼下诊所里没有多少人 叶浩轩站起来道 我跟你一起去吧 顺便看看你姑妈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 谢谢你 罗言点点头道 谢什么谢 叶浩轩笑了笑 在一家私人医院里 叶浩轩见到了罗言的姑妈 她只有四十多岁 只是得鸟这种病让她整个人成天都浑浑噩噩的 连自己人都不认识了 她姑妈有几个儿女 但是她病得太久了 常言道久病无亲情 家里的几个儿女 几乎没有人管她 她的医疗费用 几乎全是罗言出的 而且 这里的特户 请一个也不便宜 罗言和叶浩轩赶到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这里的院长 罗小姐 你上个月欠的住院费 到现在还没有交 如果说 你这一次拿不出钱来 不好意思 你姑妈只得先出院了 我们这里的位置一直有人排队等 院长说 李院长 真的对不起 我这一次来就是交上一次费用的 罗言一边歉意的说这一边拿出钱来 李院长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 他收下钱以后开出收据到以后每月15号交纳下一个月的住院费用 我见你是老病好了才格外的对你照顾 但你做的也太过分了 一拖就这么久 真的对不起李院长 我家里的情问你也知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罗言连连道歉道 没有以后了 你姑妈今天就会出院 叶浩轩笑道 真的 罗言一喜 试试不就知道了 叶浩轩淡淡的说 他走上前道 姑妈 你认识我吗 啊 你啊 你不就是隔壁李二叔家的儿子吗 罗言的姑妈有些痴呆的看着叶浩轩 然后伸出双手笔划道 前两天你才这么大 一眨眼就长成人了 你怎么长这么快呢 叶浩轩苦笑 看来 这位姑妈病得不轻啊 他伸出手去 搭在他的手腕上 默默地感受了一下 然后他收回手道 没事 问题不大 真的 能治好不 罗言喜道 当然能 无非就是脑血管梗塞 引起的脑萎缩罢了 叶浩轩笑了笑 他一边说 一边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精针 你干什么 正要离开的李院长见到叶浩轩拿出针 不由得吃了一惊 治病 叶浩轩淡淡地瞥了他一眼道 治病 你有这个资格吗 万一病人出了问题怎么办 你负责还是我负责 再说了 这种情况的脑萎缩也能治好吗 李院长脸色不善地说 我会为他的情况负责 如果出了问题 我给他偿命 所以现在请你闭嘴 叶浩轩有些厌恶地说 这种人唯利是图 又怕担责任 他现在最讨厌的 就是李院长这种人 他相信 如果不是罗岩今天及时把钱给送来 恐怕他真的会把罗岩的姑妈扫地出门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 这里是我们的医院 你是哪里来的江湖医生 你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的 现在马上出去 再不走我就要叫保安了 李院长盛气凌人地说 一个大陆仔 也敢在我们这里这么嚣张 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小护士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他付到李院长的耳边低声说 院长 文夫人来这里视察了 真的 走到哪里了 李院长的脸色一紧 他急急忙忙地问道 已经到大门口了 小护士说 赶快去迎接 李院长连忙随着那小护士 一起去门口迎接重要人物去了 把叶浩轩给忘记了 叶浩轩摇摇头 这家医院是福利兴致的 但用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做院长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看罗岩姑姑一身脏脏的衣服 就知道他在这里过得并不好 叶浩轩取出金针上 双手连动 在姑妈的脑袋上刺下了金针 他行针肚气 一气呵成 停手之后 他看着不停地颤抖的金针 退到了一边 过了五分钟 姑妈终于有了反应 他原本有些呆滞 无神的双眼 渐渐地有了血色 叶浩轩看时间差不多了 便取下了他脑门上的金针 姑妈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罗青青急切地问道 罗青青的姑妈叫罗华 当叶浩轩把金针从他脑门上取下来的那瞬间 他原本有些涣散的 又目瞬间有了神采 他正正地看前方出神 本来神志有些不清楚的脑袋 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出现在眼前 从自己生病住院 到自己的儿女嫌弃 再到罗青青把自己送到这家私人性质的医院 然后咬着牙撑着他高昂的医疗费用 一切一切都记起来了 他突然紧紧地抓住罗青青的手 鼻子一酸 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地落了下来 久病之下连自己的儿女都嫌弃自己 而罗青青这个侄女却没有嫌弃自己 如果不是她 自己恐怕早就流落街头 过得连乞丐都不如 姑妈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罗青青关切地握着她的手道 青青 姑妈谢谢你 罗华抓住罗青青的手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 姑妈 你想起来我了 罗青青惊喜地问道 她紧紧地抓住罗华的手喊道 你不傻了 你终于想起来我了吗 姑妈想起来了 姑妈什么事情都想起来了 罗华搂着罗青青 两人相拥而泣 叶浩轩微微地叹息了一声 她站到一边默不作声 作为一名医生 这是她应该做的 也是她最想看到的 她心中的某个信念 越发越显得坚定了 青青 收拾一下姑妈的东西吧 以后姑妈可以出院了 叶浩轩提醒道 对我们可以出院了 罗青青抹了一把眼泪 然后欣喜地说 姑妈 我们回去吧 以后不用待在医院了 这是叶浩轩 我一个朋友 她的医术很厉害的 青青 这是你男朋友吧 罗华抹了一把眼泪 欣慰地看着叶浩轩 她感觉这个男孩子不错 青青现在无依无靠 是得找个对自己好的男人 不 不是的 罗青青的脸一红 本能地看叶浩轩看了一眼 她羞涩地低下头 但是这种神态在罗华看叶 就是小女儿娇羞作态的神色 她证实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她笑道 傻孩子 这是好事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没什么收拾的 这就走吧 好 那我们走 罗青青站起来说 这 给你表哥他们打个电话吧 让他们来接我 罗华犹豫了一下道 平心而论 她感觉自己那个家 已经没有必要回了 自己久病不起 那几个儿女撒手不管 反倒是罗青青这个侄女 细心照料 这让她感觉心里有些悲哀 但是不回家的话 自己根本无处可去 姑妈 回什么家啊 以后跟我住在一起算了 你生病的这些天里 我那些表哥表姐们 连面都没有路过 你回去了跟着他们也是受气 罗青青生气的说 这怎么行 他们对我再不好 我毕竟是他们母亲 罗华连连摇头道 没什么不行的 反正我现在也是一个人住 我爸也走了 我没有亲人了 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你来吧 以后我养着你 罗青青拉着他的手说 好 青青 以后 你就是我的亲闺女 罗华感觉鼻子一酸 又有肿药流泪的感觉 走 我们现在去办出院手续去 罗青青道 对不起 你们的押筋被冻结了 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取出来 在办了院手续的时候 那名小护士冷冰冰的甩出了这么一句话 押筋冻结 你有没有搞错啊 这是押筋 出院的时候必须退还的 你们凭什么冻结 你们有什么理由冻结 罗言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问我们的李院长 他会给你们做出解释 现在请离开 我要工作 小护士硬邦邦的来了这么一句话